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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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進講了這些 那些跟吳詩遠導演 會長的幾集 大家從六十年代 一直經歷到七十年代初 除了經常記得的少氏家和之外 其實另外有一位很厲害的電影人 靈癖稽勁 沒有演員都戴過面具 又拍得好 絕處逢生 然後廉政ICAC成立 第一時間去拍廉政風暴 接著大劫案又去避過警車 拍了七百萬大劫案 但我們電影界內對吳詩苑的尊敬 是因為他一手捧紅很多人 而且最重要的人就是陳元龍 後來他叫成龍 能夠成龍 我可以說絕對因為吳詩苑導演 找他拍的成型雕首 接著是聚權 因為拍這兩套電影之前 當時他在挪維公司都拍過一些 什麼飛越關山 就是一堆挪維那邊的電影 在邵詩 簡直是配角西門慶的 金平梅那邊去做運歌而已 但是為何你這麼厲害 當時他們圍眼去找了當時幾多舞師 通姦的舞師 七小福七個 為何你會選擇成龍 然後會拍這兩部電影呢 就交給你了 交給你了 我拍攝成型雕首和聚權 就是因為我之前拍了很多其他動作片 癌腹片 每年我就去米蘭、康城賣片 都挺好賣的 但是有些國家 尤其是北歐 他們說我們不會賣 為何呢 你們那些香港片太暴力 太殘忍 我當時想一想 那時香港未有喜劇動作片 是 沒錯 我就想 可不可以拿喜劇的元素 放在功夫片 動作片裏面 我開始想 那一路回到香港之後 因為成龍我認識他很久 他拍了很多電影 尤其是羅惠拍戲 沒有什麼演員用 陳志強說 我推薦成龍回澳洲 我們找他回來 現在是功夫片開始的時代 不如找他回來 找了他回來 但是拍幾部片 都不是我為了 因為我們拍電影的人知道 演員的形象 適合那種電影 很重要 你如果用得對 他是事半功倍的 不是很辛苦 你想想成龍 鼻子這麼大 帶著頭套 大嚇 觀眾不喜歡 我前一陣子 在香港電影導演會 晚宜 我跟他講起往事 我也在 說起往事 我說你記不記得 有一件事 我跟他確認 在台灣 視片室 不是視片室 化妝室 那時候 羅惟為了拍一部電影 那時候 帶著他 去見一個女演員 那位女演員 就是拍《保鏢》 哦 紅到不得了那部電視劇 是 希望女演員肯接這部電影 所以帶了成龍去 羅惟對這位女演員 講講講講講 講故事 講到最後的女演員 一名在化妝 一名 那誰是男主角 羅惟是嗎 誒 成龍 那女演員用很不肖的眼神 他啊 一聲 我問成龍 那天 你還記不記得 我死都記得 當然了 這些是真實 是 當你的演員還沒紅的時候 沒看的 別人看不起你 嗯 所以他那時候發憤 嗯 這些是他那時候的遭遇 是 那我呢 就是 我有一個副導演那時候 Roman 過了身的 Roman 導演 他有一天跟我說 他說我有個片 有個功夫的名字 叫《蛇形雕獸》 咦 我馬上 因為我們寫劇本 拍戲人 因為有好東西馬上 有畫面 那你經常 紅拳什麼拳 是單一的 蛇形雕獸就是 鷹爪 鷹爪加蛇拳 哇 我這樣就有故事做了 哎 我說好 好東西好東西 我馬上就想到 這個戲 尹成龍 是拍一部喜劇的功夫片 嗯 那我馬上跟余和平 說 余和平 你老班看 對 他跟我做了很多部戲 沒有術指導 那我說余和平 你做導演 啊 不行 嘩 嘩 我記得在台灣那個 六角飯店 不知道什麼酒店 我們以前住 談了三四個小時 口唇都乾了 我想說服他做導演 我覺得他做會拍得很好 還有我跟他兩個 一致認為找成龍是正確的 因為前不久我跟他兩個 看了一部成龍電影 我到現在都不記得那部片 他做啞的成龍 但是樣子有喜感 嗯 來自一些少拳怪招 之後的怪招 新手是一流的 沒有一部好片給他 所以我已經 自己立定了 如果這部片拍攝 一定好的 對他來說一定好 對部片一定好 是 蛇型雕獸 接著呢 就去青山道 真的有個蛇型雕獸管 哦 真的有嗎 原來這一派是 武術裏面一個所謂 斜斜的 不是很大宣傳的 不是名門正派 沒錯 圈圓一點 那裏面那位掌門老者 就是 就好像電影裏面那些 幸好你來找我們 如果不是你拍了 好啊 嗯 我們放白鴿 什麼放白鴿呢 拿白鴿呢 煮一些白鴿 煮一些白鴿 是 接著呢 一放白鴿見到銀幕光 哇 這麼厲害 銀幕不需要 那你怎麼做 這些也是我們的經歷 好一點 真是多得他 提點提點 掌門 我就解釋了 我們故事 一個青年奮鬥 用兩種權術結合一齊 是正面的 嗯 嗯 那麼 那四型雕手 我記得那時候 一出來呢 阿秋子的影評啊 讚不絕口啊 那我們就去看 但是 其實真是爆款 是最權的 是不是這樣說 四型雕手呢 其實那個戲都好的 OK 他是奠奠的基礎 是 因為不單是香港都賣座 台灣都賣座 嗯 那麼 我們去戲院呢 看很多次的 嗯 知道一些笑點 觀眾是喜歡的 是 如果你一口死蛋 是不行的 那麼我們裡面加了一個人物 石天 是啊 嗯 還有阿蔣金 肥的 肥的 一瘦一肥 哪個兒子啊 潘柳代 潘柳代的兒子 潘柳代是 三四十年代 香港的名人 就是名作家 是 很肥的 兒子也很肥 那麼 戲裡面加了很多笑料 哇 觀眾瘦啊 那我就 立了心意 就知道這些戲呢 會得 可以的 對嘛 袁小田說 又有故 原來我是找 我原來找 邵氏 谷風 谷風 因為老國不多 又要動一下 谷風 哎呀 很開心啊 聽到故事之後 我說 他說我去找方小姐 他說一定可以的 過幾天告訴他 方小姐 不行 這是我親身經歷 沒有辦法 沒有這個老人家怎麼辦呢 我跟袁和平說 我突然想到 你爸爸認識幾十年了 叫他出來 不出的 不會的 絕對不會的 他說絕對不會 我說絕對不會 我說你求他 或者他會 哎呀 不會不會 好吧 他問他 誰知道突然說 他很開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不孝子 一路不給老爸 一路不給老爸 因為成龍 知名度不夠 所以第一部 整個手 儘管很賣座 反而我 但是票房有限 是呀 那時候三百多萬 幾百萬 都不錯 但是呢 我覺得應該還會好些 那我部戲 在台灣非常賣座 台灣的發行商 Ebis 我想你認識 明明所知 那當然是慶功宴 跟著去北附 我不會喝酒 阿袁和平不喝酒 其他那些人 說我喝到 北附是裸體陪酒的 哈哈哈哈 不是的 北附的東西都是 都有一些穿衣服的 我慢慢跟你說 哈哈哈哈 他是日本的風氣 是 日本風氣 那我們就在這裡 大家慶功一輪 那時候呢 因為我清醒了 見到他們那幫人 醉了 在什麼呢 猜拳 烏青區 什麼 我不懂的 六大信那種 在這裡 腳步浮浮 所以 做電影人 最重要是有想像 一見到東西 有反應 咦 喝醉酒 醉拳 啊 我馬上有反應 真的很強烈 是 然後 我坐車出來 北投 去市區 在車裡 我跟袁和平一輛 姐姐 說大眼 我突然想到 拍序拳 有得拍 咦 他說有得拍 好 真的 下一部是序拳 但是 但是問題來了 又不是這麼順利 這部戲 那些 羅惠 放不放人 會胎死 福送 如果不是 我在這裡說 如果不是 我堅持 堅持到最後一刻 沒有這部片 因為羅惠 見到射型雕首 買了 啊 立刻就 我跟羅惠 借射型雕首 我到現在都很感激他 雖然他人不在 他是經濟最差的人 我跟他借成龍 快點拿去 那 五萬人 因為歷史掌固必須真實 五萬人片集 那天成龍 我們導演會演會 我 我拿了二萬五 是 是 成龍和我怎麼說呢 我在拍戲的時候 我經常都在 吳施苑 三個月未出糧了 不知幾千元一個月 你跟我簽 我馬上過來 我說我們那些人 不可以這樣做 人家好心借給你 你去挖人長腳 不可以的 即是我們那些 古老的 不可以這樣 好地拍完這部戲先 他跟我這樣說 那 那個 那個罪權呢 羅惠不借了 但是 我已經想來想去 都是一定用他 是的 他在香港 我起碼求了他三四次 羅惠不得談 不借 那最後呢 他 羅惠走到台灣 準備開新戲 成龍也去過了 袁和平我怎麼說呢 導演 不用成龍沒有問題的 我們另外捧一個 我們有能力捧到成龍 又可以捧別人而已 我說袁和平不是的 這部片我下意識 覺得一定要成龍 而且一定會拍得非常好 再試一下 我馬上又飛去台灣找成龍 他說 成龍很想拍的 他知道會好 是 那怎麼辦呢 我說 最後一擊 我沒有辦法 你帶我去羅惠家 早上等他在這裡的時候 他很害怕 他很怕羅惠的 一早 大約是九點鐘 八九點 他帶我去羅惠家門口 他幫我按下鐘 跟著飛奔 走到九秒九 但我心想 你膽子這麼小 羅惠很兇 晚上很晚 找人來找他 一開門 果然 他和他太太倆 穿著睡袍 我說完畫面 很不開心 這麼早來 都沒辦法來 聊 舊事重提 有在這裡說 說到 唉 算了 今晚我們再談多一次 約定在台北的中泰賓館咖啡廠 東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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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總 以後還是走 一線希望 就 volta想 還有甚麼辦法 我找台灣的辦公室 E peł B 我說 挪遂的電片在台灣 沒有人要 你答應집片 跟著拍這三部 可以 Rig 他肯借,又有多個籌碼了 所以晚上我帶了片箱去見羅惠 我說第一,價錢你開,片籌多少 第二,這位林先生 後面那三部片,台灣你不用休 簽約先給訂金 才打動羅惠 羅惠想了一段時間 二十萬,我說殺你了 我怕他改口,我說快點握手 所以那天我跟成龍說,第二部二十萬 我說不是拿十萬 忘記了 這兩部電影,但衍生了 我和你做過訪問 我記得說到家和又伸了手 因為家和是直接說 聽說開了支票給你 把版權賣給他,還是怎樣呢 家和,周先生很厲害 雙人來 發行是好的 我知道這兩個,尤其是聚權 那時還未全世界發行 未配英語 但我知道一定會包 因為又好笑,又打得精彩 整部電影,余和平和成龍 真是盡心 嘩,表演突出 很精彩和成龍一路一路 兩個司徒關係 多好,搭檔 這部電影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 未在國際發行 是否家和就說 你賣光給我 你是拒絕了 不是 我就是這樣 我已經和日本在討論 初初就記了一個 沒有記了烤盤 因為香港的票房很轟動 六百多萬 那時很轟動 即是變成新聞 那時日本有很多公司 香港有分公司 他們打電話回來說 要不要看看 多數都說不要 東影公司的經理 我和他很熟悉 叫Yanase 他說 他們沒有看過片 不如這樣 我和你記一個烤盤回東影 可能有效的 我好 好得幫忙 我可以有佣金給我 真的記得烤盤 那邊一看了 電話來了 過來談談 我帶了一位翻譯 又是邵士出來 蕭先生 那些日文好到怎樣 所以後面我和很多翻譯說 你講一句 你們那些全部是勉強合的 別人翻譯到連你的語氣 更好 比我更好 加鹽加醋 你聽到對方 真的我又很感謝他的 那 片 他們看到整班發行的東影公司的高層 哇 有興趣 有興趣 但是他又沒有把握 又不願意高價買 是 因為日本一部片 宣傳費很大 是 大大 他買你有限錢 宣傳費很大 他不減 接著 不出得起價錢 我說這樣 用最低的包底 跟著分帳 Minimum Guarantee 我們叫做 MG 後面呢 可以分多少 分多少 我忘記了 誰知道 幫我賺了大錢 是 因為他保守 一上畫 哇 在日本 聚權的意思 叫做 Drunken monkey 最後 最後 哇 賣座都不得了 叫我去計數分錢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很開心 還有一個插曲 在日本上畫之前 我帶了成龍很多照片 去找他們的roll show 他們有那些集資 我有一堆 別的沒有 一定有 喂 不肯登 什麼人 我們登明星 所以演員 成名和不成名 差點共有 時來運動不同 集了一部 這部電影 跟著馬上東映要求 要做 射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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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麼呢 Sneak Monkey 就是Sneak Monkey 你說到家和 我和日本已經在討論 在討論 周生有一天找我去 來討論 我記得下午大約兩三點 周生說 你拍戲非常成功 我們家和 你知道 全世界發行 網絡好 跟著他拿家和 有一批 鬼佬 負責很多 一個人叫過來 這個叫什麼名 他又負責什麼名 這個和導演 醉拳是他出品的 一個人來見我 就要show他的call 我又壞 我的家和是發行 以後你專心製作 我專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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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這兩部片給他發 即是一張支票 50萬支票 先拿著 先拿著 50萬支票 對我來說很難 都可以的 但我有一個信念 任何東西 還有我看好這兩部片 我一定要自己做 所以後來我配了西班牙 全世界都發行 50萬支票 太極權 譬如說你是捉圍棋 十段高手 我是一段 但我不跟你捉 打和而已 我一捉就輸了 但我不跟你捉 都是0比0 對 對 我跟他說 周先生 我知道 你是很聰明的 不過我剛才出來 我想學一些經驗 將來有機會 問什麼 由下午2、3點 談到6、7點 為何我記得這麼清楚 突然間家和 都燈光了 天黑 天黑 所以談到不歡而殺 但他打電話去日本 他說 這兩部片是家和的 你不用跟我們才談 搞到日本的國際部部長 想Fugunaga打電話給我 是嗎 是嗎 你給了家和又跟我談 我說 你先相信誰 我是片主 他領悟Fugunaga 好笑 倒白頭片 你笑 他知道 行了行了行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如果我給了 我怎樣去談 就浪費時間 一說他就明白 但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成龍 聚權家和 衍生到 我曾經 聽成龍 有說過 也聽你說過 成龍第一次 研兜多一張 一百萬的支票 他一輩子 不止一百萬 五百萬 嘩 我下次告訴你 下次 是嗎 這個故事更精彩 但是呢 因為今天 真的實在 跟師傭會長吃飯 已經三個小時了 師傭會長 也答應我 再來 我們這個頻道 因為後面 你的電影人生 實在太豐富 一定要跟我們分享 所以今天 我們說了 蛇刑 雕塑 追權 成龍 下面 下回分解 下回 留意我們的頻道 當然 記者仍然沒有說過 如果喜歡我們 要訂閱 留言 看廣告 支持我們 好嗎 同時要感謝 謝夫這兩集 跟我拍檔 再次感謝師兄會長 多謝 期待你再次光臨 OK 拜拜